富里乡公所在1月19号到2月7号间 在富里乡老人文康中心展出台湾客家文学著名诗人 叶日松的文学艺术作品 而这次展览会将叶日松老师毕生心血文学作品 以及相关的手稿等珍贵的文物展出 富里乡公所将在113年1月19号到2月7号间 在富里乡的老人文康中心 来展出台湾客家文学著名诗人叶日松的文学艺术作品 这次展览会将叶日松老师毕生心血文学作品 以及相关手稿等珍贵文物展出 非常的难得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叶老师 把他毕生的相关的文学著作文集这些 还有手杂手记这些一起要捐赠给我们富里乡 不仅仅展示了叶日松先生的十个作品 还特别准备了一份特殊惊喜 前100位到场的民众将可以获赠 叶日松老师的书籍人生的歌慢慢唱 作为展览的特别纪念 也让大家细细品尝人生的点点滴滴 我希望所有的乡亲在1月19号的时候 能够踊跃来参加这个活动 亲自立上我们的祝福跟感谢 感谢我们叶老师 这一点我特别要求我们所有的乡亲 大家一起来参加 江东城也邀请所有乡亲在1月19号到2月7号间 到老人文康中心观赏国际文学大师 叶日松老师的毕生打坐 记者高雄双互利箱采访报道 那你再找找一件事的乡亲 先看到了一件事的乡亲 !